我們講智慧醫療 台大醫院無明顯院長講 這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AI 第二個是環境智慧 就是所謂的ambient intelligence 第三個是人腦智慧 先前佳宣跟四眼期間發熱一系列的table 主要都是在做一跟二 就是利用穿戴式感受器 或是kinect 一直到最近利用AI攝影機 去抓到數據 然後送到機器學習的模型 我們用過logistic recreation 用過random forest 例如說還有另外一個很popular 就是spn 建構一個機器學習的模型 來告訴我說 今天什麼樣數據呈現什麼樣的時候 它是健康的 數據呈現什麼樣的時候 它是有貼到封建 或是有COTD封信 那一般我們建一個model 基本上會建 compulsion matrix 最常見的就是 這邊是真正答理 這邊是AI預測出來的 這兩個加起來叫Accuracy 如果它是正確 有多少被我判斷是正確的 如果錯誤 被我一側錯誤 那這邊這一個叫Sensitivity 正確的有多少被我判斷是正確的 那以健康做那個COPD random forest 的來講 它Sensitivity很高 92就代表這個正確 被我判斷正確的很高 那這邊這個叫Sensitivity 就是如果是錯誤 那背的判斷是錯誤 那它這個值很低 就是錯誤的話 它不判斷很高 所以好那今天 我們建的這個model 我當然都是希望 要落定 那落定的話 就是我今天收到新的數據 新的數據 進到這個AI的model 它會告訴我是健康 或是給我接到的東西 好那現在就有這個問題 你這個model 當初 建的這個model 你一定是圈了一些數據 那你 除非你做非常非常大的研究 不然你再整個圈 你圈到的訓練數據 應該只是Distribution 一部分 好今天你這個Sensitivity 如果是 在這個 在你圈到的Distribution裡面 你的準確率也只有這樣 而且還有太快 太快 那好死不死 你圈到的數據 如果今天是在 你當初訓練的Distribution外面 那等於說你的model 在做外長 那當然更不足 所以今天會變成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 無明顯醫院長講 每個醫院都在做model 哪一個落地 今天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 所以 既然 在現在的AI的架構下面 再怎麼做都有其限制的話 所以無明顯醫院長講說 那我現在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AI怎麼跟人腦智慧 人工智慧 怎麼跟人腦智慧合合作 那像佳萱跟齊翰 先前發的就開始有一點這個味道 所以我希望你們洗的時候 就往這個方向去洗 那譬如說 臨床癌表 他的臨床癌表 與他的 罰 gens 那個就是非常典型的人腦智慧 是過去一些的 我看佳萱跟 史亞奇亚有一些 uncovered特別在探討說 我 logical relation model 找到的重要的特徵 Shen 跟我這個clinical,人腦智慧之間的觀念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目的就是希望我AI跟人腦智慧合作 讓我們這個決策,讓我們這個決策落地 這個決策資源系統更完美 所以這個我是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方向 那第二個,我看佳萱建華也有在做一些 就是我把AI的結果,不管是狀況特徵值 還是我做決策的這些數據 用視覺化Vidualization呈現出來 然後既然有Vidualization,人是不是可以去看這個Vidualization 所以這也是一種AI、人工智慧跟人腦智慧合作的方式 那因為這樣合作,就導致我這個AI是可以解釋的AI 那Explainable AI是2021,就是民免度 他們認為是AI研究的五大議題中間最重要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佳萱跟四海其他在做已經往這個方向 那既然我們已經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AI怎麼跟Human跟人腦智慧結合 我們就順著這方向這樣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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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